随着轰炸声响起全都倒在地上 这些民众模拟的是乌克兰人遭受俄军侵略的日常 周日在自由广场举行活动 除了抗议普京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乌克兰 但这时候前副总统吕秀莲斯月出了一篇投书 却被诟病 全文没有谴责俄罗斯 华丰一转到台海问题 吕秀莲的撰文被抨击 因为内容指出全世界间接参与这场血淋淋的战役 见证战争的残忍和愚蠢 更点名无论俄罗斯或乌克兰都双输 同时指出在旁边煽风点火或暗通还取的是谁 世人其实心智肚明 强调和平最重要 在台湾的人也是因为戴口罩所以声音都不见了 事实上我私下所了解 人人都害怕战争 正常的人都应该反对战争 强调国防部自然要备战 但政府外交部和人民等态度应该避战 这篇投书中吕秀莲也说自己五月会参加和平爱台湾游行 这群人说要喊给三军统帅蔡英文以及中美等国的三军统帅厅 我没有讲他 我想说所有的三军统帅都要注意到 对不对 我没有针对太多了 乔耀战争没有赢家 吕秀莲继续很坚持己的看法 TVBS新闻 崔壮区华少平 都听明白 还是小组台会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